最後一件名字叫做莫釋路獻祭 他的 製作團隊有 丟demo給我玩 主角在一個不知道什麼地方醒來嘛 這是手機遊戲啦 所以變成這樣子玩 然後不知道是不是有解謎要素耶 嘴巴裡面有紙條 紙條有圖案 消失的記憶 上面圖案是我自己畫的好 天鳥是刀耶 哇這所有東西道具都有解釋喔 他這個遊戲 世界觀不知道要做多大耶 喔 啊這水果忍者是不是啦 水果忍者啦 啊我手要這樣子 嗯 這遊戲是練習風格的耶 肉強在呼吸 嘿嘿嘿嘿 雷明吉 他這個瘋狂砍的時候 你還需要 回復綠色那一條耶 好像是類似氣是什麼的 這樣子 往前走啊 喔幹 欸靠妹 這怪太多吧 這座監獄被怪物盤聚 好像滿有意思 監獄探索 他是屬於一個迷宮探索遊戲 然後風格是 獵奇型的 好往左邊走看看 第一張應該不會很強吧 死人 往右走 是 好啊 我把我手機玩到壞掉 地面震動不安 石牆剝弱 大石頭滾過來 往後逃 蛤 這會直接走到死路耶 有紀錄吧 有一瞬間你覺得自己在某個地方死亡了 嘿嘿嘿 蛤 好 呃這次往這邊走看看 好 變成那種黑暗靈魂式的方式啦 啊我身上不知道會不會掉什麼東西 喔這個敵人變得有點強喔 我不能玩 我不能1秒16下啦 你們看綠色那個氣就是我揮刀的耐力值啦 哇靠這邊敵人怎麼那麼猛啊 我會死啊 幹 我發覺我擋到東西還是一樣會撩血啊 啊 而且 哇 那個氣太短了或者是消耗太大了能不能消耗少一點啊 欸有褲子頭是大石頭嘛 往左走 還說後面可以升級或是學到什麼技能然後你就可以來一個1秒50下之類的 對擋比擋是擋比較少 這個人長得好好有邪氣 我以為這裡只剩下我一個人而已 嘻嘻 幫他配音 我喜歡待在這裡我也不想出去 沒事不要過來 我 我是傭兵 嘻嘻 嘻嘻什麼屁啊 被關 不朋友你才是被關的那個你瞧你就站在鐵人幹後面的嘻嘻 喔喔這個地方叫歡樂谷啦 搞得跟神域一樣啊 大家都來歡樂寶啊好歡樂喔啊裡面死一大堆人這樣 顧主開出金額要擊殺森林的人羽 人滅餘生的那種 嘻嘻 抵達花樂谷的時候當地人準備豐盛的食物 都沒有這裡的泥土好吃 他怎麼開始吃土了啊 他是不是繩子有點不正常啊 隔天一早去森林 被迷霧包圍 喔他醒來就變這邊了 歡樂谷 有很多疑問對吧 謝謝 有錢城鎮歡樂谷 好 謝謝 外面有怪物所以他不出去啦 吃土 這什麼 這什麼廢梗 土可以無限吃啊問題是你吃到最後你就死了啊 啊希德每天在吃土 旁邊的土 你看他隨手抓的土往嘴裡吃 這些土甜甜的很好吃喔 土很營養 啊土很營養問題是你的胃又不能消化 我們又不是那個啊 那個是什麼 蠶的幼蟲啊 蠶的幼蟲是吃土嘛 啊我們不行啊 這裡還有一些土喔你要吃吃看看嗎 嘻嘻好好吃 米土甜甜的不過有血腥味 我要破壞門讓你出去硬把他帶出去 偷他的東西 百道日誌 你們自己看啊這中文而且字超大了應該是不用讀了吧 有天沒想到還有比吃土更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 這男人憑空出現 有他出現我才能離開監獄 日誌說離開監獄了那裡面這個人又是誰啊 回來了 那我前面過的那一段打完怪就是過去了喔 是不是啊 就是說你不用再重複的經歷一波怪然後那邊花很多時間這樣子 你不應該把我放出去的 我這邊走 你就出口了吧 你聞到屍體腐敗的氣味 我能告訴你不能貿然前進 我才不管呢 啊我就不會死了外鄉人啊 斧頭怪物從天而降 走開其中攻擊 那個藍黑劍士遇到的牛托人是不是也拿斧頭啊 差點 哇 幹 他寫好多耶 這個打boss好像還有一點 需要吃策略那種感覺喔 你必須要砍必須要擋必須要怎樣 那我一直擋著一直擋著我的血不會撩欸 魔法攻擊好像擋了才會撩血 你也不能隨意亂砍這樣 喔 他刀沒了怎麼辦 電 嗚 嗚 哈哈哈哈 阻獨猛進 欸擋一下擋一下 我一直擋著好像不太會撩血 慢慢來慢慢來 我覺得音樂做得不錯耶 我放魔法需要很多時間耶 然後這些怪物有沒有什麼 部位破壞啊 比如說我可以先把他的手或是腳其中一根砍下來之類的 有沒有這種東西 嘿嘿嘿 他要死了他要死了 耶 砍他豬頭 殺光劍 殺小殺小 喔喔 什麼技能啊 什麼技能啊 這敵人快死之前會有一個處決就是 啪 這什麼啊 Dark Power啊之類的 腦殘權 紅色寶石 紅色寶石 魔物的血凝結成的塊狀 紅寶石是歡樂骨盛產礦石 那代表說我打敗敵人會有紅寶石 紅寶石可以交易 然後說不定到最後還可以怎樣 鑽造我的刀 黑暗靈魂嗎 是不是 當成黑暗靈魂玩 2D版的 手遊版的 雖然覺得好像蠻有意思的 走啊怎麼不能走啊 跟他公圍 我殺掉前面的怪物你已經安全了 激動了起來 不 泥土 謝謝 蛤 快離開吧 他現在是有逃走的希望還怎麼樣啊 前面這個門為什麼 哦 沒點到啊 走啊 啊完蛋該不會第一章結束了吧 監獄的土比較好吃啦 外面的土就沒有那個味道了 離開了監獄 下面有城鎮耶 剛剛監獄已經荒廢好幾個死 好 剛剛明明就還有人啊 怎麼就 不可思議 出來囉 過去了留在未來 未來留在過去 嘻嘻 離開前推了我一下 下面那個城鎮就是歡樂谷啦 當地人 當地人 喔有正常人耶 我覺得這個大叔應該算是道具商人之類的喔 你看他那個樣子是不是就像特魯內克 他這個小女還是殺小 他女兒 正常人 正常人 長殺小 兩天前來到這邊 好 九歲 我只跟他女兒打招呼 幫幫我 他來歡樂谷找他老婆 好 兩個禮拜前來這邊解決事情 然後就沒有下文 這故事其實蠻長的耶 而且這整個 從我監獄出來到這邊 你們有沒有感覺好像在玩一些 戰略型遊戲啊 就好像那種神域的感覺 然後配合了 一些血腥怪物在裡面的 三A大作 哪三個A啊 倒A嗎 一般方法無法進去監獄 黃紅色長髮 喔有勒 歡樂谷旅店 你頭上那個是什麼 後面故事會不會很扭曲說 我們要來回報 他老婆的下落的時候 結果他們正在遇到怪物襲擊 然後他女兒 就在他老爸面前 然後被怪物吃下去 這樣子 這遊戲應該不會這麼噁心吧 還是說啊我來寫好了啦 我來當編劇這樣子 我就專門來設計一些 讓你覺得 呃呃呃呃呃的那個場景這樣 這樣子合了 黑暗 安邊 欸音樂很好聽耶 隨便走嗎 這第一章有多長啊 可以看的地方會有些會有點提 村莊小孩會往山裡吐口水 靠近跳下去喔 最後要殺怪的時候選擇原諒他 什麼狗東西 什麼生還者是不是 這個主角其實很文青嘛 跳下去好了 不知為何就想要跳 要墜落五秒 值得嗎 這怎麼有一些奇妙的選擇啊 而且說到現在喔 欸我死了等一下又回復了欸 這主角的記憶會一直留著 就說剛剛怎麼死的這樣子喔 而且說到跳 最近怎麼那麼大學生跳的新聞啊 怎麼回事啊 是什麼未來沒希望還怎麼樣啊 他在這邊要往哪走啊 這邊來 前往瀑布 看著女生在洗澡 有了 幹 幹嘛幹嘛 火起了是不是啊 這怪物怎麼好像有點強啊 切死怪物還會有 唉唷 他嘴巴會掉欸 這種怪物其實是不是不太強啊 沒力了 發沒力了 這遊戲在砍怪的時候有一些 分解畫面欸 勉強讀懂 他讀了什麼 藍石入水 藍石入水 第一章怎麼那麼長啊 喔有了 還沒還有這個 剪輯左鍵可以施放補血靈器 喔 我拿到第一個技能了啦 有趣有趣 誰滾了 他有點探索要素在喔 如果我沒有來拿這個補血石頭 故事一直進行下去 那我是不是就少了一個技能了 該是喔 他怎麼有一個小寵物啊 小毛蟲怪 我遇到他他第一句話就是罵我欸 怎麼辦 啊我到底長什麼樣子 他還會一直嘴下去喔 老先生的R20 我就是在跟你講話啊小嘴怪 你們像瘟疫一樣擴散到這個小島上面來 原來怪物會講話 要講話只能撐現在囉 長大就會失去說話能力 所以我剛砍了一大堆 大毛蟲怪就是已經變成狂暴怪物了啦 他們小的時候是可以 像一般的生物一樣 而且還可以溝通喔 太屌了吧 這遊戲BGM好熟悉 真的嗎我從來沒聽過欸 如果有一天我長大了請不要殺死我謝謝 那我要怎麼認識他 我怎麼知道他是誰 什麼東西什麼意思啊 欸你要去玩樂谷 頭上有帽子的 大麻帽 沙木船前往歡樂谷 欸啊這個牢高咧 早上 喔剛好是他們那對婦女來這邊的船啊 你是誰啊 那對婦女 那現在故事其實很細緻吧 護身符時效限制只有兩個小時 怎樣的人來這座島 喔漁夫會跟你講說有瀑布要去然後你會有好奇心去撿東西 我已經撿過了啦 煎魚是拿來關活祭品的 犯下重罪的人 會被抓出來獻祭給沙 喔 沙這怎麼有東西 平空出現的男子正在與那個人 像人的怪物交談 這邊就往瀑布或者是往 老高那邊而已 欸等等這邊有個東西欸 有一個模糊的人影 蛤 你舉起右手向他揮手 他舉起左手向你揮手 這影子 影子控制啦 到底在幹嘛 到底在幹嘛 跑我射出飛鏢 靠腰勒 怎麼突然又要BOSS啊 喔 欸他拔刀是不會有拔出動作 太帥了吧 他有另外一種手禮劍是會直接撩血的 幹他怎麼這麼多面具啊 我需要更多的 揮刀氣力了 快補血啦 我發覺這個血是慢慢補起來欸 如果我受到太多傷害的話 我還是會直接死掉欸 喔 喔 處決了喔 這個主角為什麼最後處決的大招都可以把人直接捏死啊 捏成粉碎欸 捏成碎片這樣 地上的面具 只要面具沒被破壞 穿戴者的傷口可以不斷恢復 喔 你受越多傷 你的壽命也會越來越短 然後會 反正就是 戰鬥鬼面具就對了 這邊沒東西啦 欸 這個有些事件你是要在地圖不停來回的啦 現在懂這個遊戲方式了 還會加入隊伍欸 嘿嘿嘿 那我在打怪的時候 他們會從旁邊丟一些東西進來嗎 而且這個攻擊模式 打怪模式 其實很 很怎麼講啊 很有趣嗎 有點像以前那種 第一人稱的 地圖遊戲 他們好像會幫我打欸 是我的錯覺嗎 月風魔傳高級版 要是媽媽在這邊怪物會被媽媽的龍燒死 蛤 媽媽會把火變成一條會吐火的火龍 她媽媽是巫師啊 媽媽的魔術 可是媽媽用那隻噴火的龍烤牛排 嘿嘿嘿嘿嘿嘿 好 到時候會有一個 黃紅法的 巨乳巫師加入我們 她就是她媽媽 嗯 這個魔女講的話其實很廢欸 嗯 有通情別人的心很重要 好 阿老伯為什麼要看我 我的名字喔 我的名字就叫做雞雞 現在開始 你們就叫我雞雞吧 可以去坐船了吧 哼 附身符放了煮過了草藥 怪物不喜歡草藥味 這老漁夫也同時兼顧一些老術士 她會放一些 不是放啦 是會製作一些 巫毒產品之類的 走了啦 哇 沒了欸 你們覺得好不好玩 我感覺這個遊戲喔 你一玩下去 你就會 想要一直看故事的進度嘛 然後再加上你的主角會越來越強 然後得到各種技能 面對各種不同的敵人對不對 攻擊方式阿 打的時候 身體肢節阿 然後 你們仔細看剛剛還有一些BOSS都有二階段 像豬也有二階段嘛 攻擊方式都會變 突然覺得這遊戲 可能因為小成本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所以就是做成手遊方式 然後用 之前玩那個2D 那種監禁狂魔 你們還記得嗎 是那種2D遊戲的方式在進行 然後是動作 動作遊戲 你們還記不記得啦 監禁狂魔啦 不記得啦 屁邪出妖 類似啦 我是覺得還真的蠻 蠻好玩的 那如果這個遊戲出了 你們會買嗎 我不知道會賣多少錢阿 不過 應該也可以啦 那我先玩到這邊阿 第一張 他製作團隊只給我第一張而已 就這樣子了 輸了再看看阿 好不好 好 先把這個關掉 先把這個關掉 好嗎 我沒有 來吧 谢谢大家